其实每次的进香路上 很多信徒他们是来还原的 我们这一回特别采访一位小姐 她说三年前 她已经被医院发命为通知 当时的她除了有红斑性狼仓 身重病开到上百次 连她的右小腿都被钉了 四百多只的钉子 那时候是她的家人 来替她向妈祖祈求顺利 经过治疗好转康复 自己来追妈祖还原 还做了很多的结缘品 要分享给其他人 那妈祖她不光是求平安 说在队伍的前面 还有这个Bopea 发千因缘的红线 艺人王世贤出现在 宫廟营妈祖的台教队伍当中 吸引不少民众目光 有人说走完急行军 又巧遇不老男神 值得了 走在进香队伍前面的爆马仔 穿着草鞋扛着娘伞 造型抢眼 她分售妈祖的红线给大家 象征带来姻缘和平安 拿到红线的民众好开心 会带来姻缘 好姻缘 然后结婚的话 就是可以带平安的保佑你 白鲨屯妈祖进香最后一天 轮校即将回到拱天宫 一路跟随的信众当中 这名个头娇小的陈小姐 参加进香已经第四年 令人惊讶的是 她因为罹患红曼性狼疮 三年前重病时 右小腿淋发完全堵塞 前后开刀上百次 右小腿装入四百多支钉子 家人替她向白鲨屯妈祖祈福 经过治疗好转康复 她感念妈祖庇佑 开始参加进香 我甚至有跟马祖婆 走过三天两夜的 激行军从北港走回来 陈小姐还自掏腰包 制作结缘品和信众分享 并号召同事加入 发愿做更多的善事 欢迎订阅宏总统 谢谢钟罗勒章 台中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